在币圈造成巨額損失的 通常都不是多空操作 而是网路诈骗 我整理了几种 现在非常常见的诈骗手法 如果你对这支影片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首先你可能会在这个市场上 不管你是从什么管道得知的 你会看到一些代单老师 那为什么这些代单老师 他会愿意免费的代单 就好比说你加入到了一个群组 然后这个老师他就说 他最近做的收益都不错 然后他就会提供你一些多空的点位 比如说在哪里做多在哪里做空 然后指引在哪 指纯在哪 这种很多时候都是诈骗 你会发现我是从来都不提供任何的 做单点位的 也不做任何的代单动作 我们频道是绝对没有这种服务的 那为什么那些人他会提供这种服务呢 他难道会免费无条件的帮你代单吗 当然不会啊 这很坏啊 他很有可能是跟交易所来吃客损 什么是吃客损呢 可能有很多新手是不知道的 就是他会先叫你去注册一个野鸡交易所 你没有听过的排名很后面的交易所 然后呢 再故意代单然后让你报仓 然后报仓的钱他就可以跟代单老师 就会跟交易所评分这个钱 是不是很坏 你应该没有听过这种手法吧 老手可能是有听过 但是新手可能很多是不知道的 所以那些合约代单群呢 很多时候都是诈骗的 尤其是如果有代单老师 他一直带你单的话 这种时候就真的很有可能是诈骗了 所以各位要怎么防范这种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不要去加入代单群 那第二个呢就是 不要使用野鸡交易所 如果你用的交易所是比较大的平台的话 那 呃 他就不会去做这种事嘛 毕竟 他不会杀鸡取卵嘛 如果他有做这种事的话 那 这间交易所就 不会有任何公信力了嘛 是吧 然后他 如果说你在网路上 查询这种文章的话 你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案例哦 然后呢 他就说 吃克损的 周一笔赚交易手续费 挣钱多了 因为手续费产生不了多少嘛 但是 如果他赚的是你爆仓的钱的话 那他就可以赚很多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了 千万小心 不要使用小的交易所 那如果你要查询交易所的排行的话呢 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呢 叫做 CoinMarketCap 这个网站呢 他就有列出几个交易量最大的几个平台 比如说 币安啊 okex啊 然后火币啊 ftx啊 或者是bybit 这间交易所呢 他是排名很靠前的 那我也 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些 头部的交易所 不要使用 比如说在下面 这些 呃 特别小的交易所 就 真的很不安全哦 那我个人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呃 比特币的合约持仓 币安 ftx 还有bybit 是持仓量最大的 那我个人呢 都是使用bybit在做交易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你只要 以后看到什么 合约带单群啊 然后要 呃 老师要你去注册 没有听过的交易所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那如果你再选择安全的交易所的话呢 我非常推荐bybit交易所 他是当今地表上 比特币币本位 永续合约 深度最深的交易所 而且遇到极端行情 的处理能力哦 在头部的交易所里面 算是相当不错的 那下方呢 还有ftx啊 还有币安啊 呃 okex 火币 这些 头部顶尖交易所 保证是全网 最优惠的注册链接 那bybit呢 你只要报名活动 并且首次入金 最高可以享有 3500USDT的交易证金 好 那我们看完了 呃 刚刚那个很坏的手法之外 所以其实很多带单老师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带单群 就是 他有利可图吗 是吧 不然他为什么要 花费自己宝贵的时间 来 呃 带单呢 是吧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 这个手法哦 可能有很多 新人 他会完全无法分辨 因为这个手法算是 呃 蛮高端的 你有可能受骗 但是 我的话就 真的比较难 像这个是一个 普通的币安界面嘛 是不是 你点开币安 或者是你的币安 你应该都要看到这个界面了 但是 有一种诈骗是这样的 他的 界面跟 正常的币安 是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他的这个URL 上方的这个URL 他写的不是 是Buyens.com 那Buyens.com呢 他就是 呃 正常的界面嘛 他有可能是 诶 可能是Buyens 然后故意 哪里拼错了 然后你没有发现 然后你就把你的 帐号密码都 输入进去 那你把帐号密码都 输入进去之后 他是不是就有了 你的帐号密码 甚至是一些 呃 比如说 Google Authentic 或者是 简讯密码的东西 他有这些东西之后 他就可以去登录你的帐号 就可以把币提出来 这是不是很可怕 对吧 所以 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哦 你在登录网站之前 请务必要检查 你的URL 是不是正常的URL 如果你登录币安 你就会显示 Buyens.com 如果你登录 Buybit 就会显示 Buybit.com 如果你登录 FTX 就会显示 FTX.com 那如果说 你的URL 它好像 很奇怪 或者是怪怪的话 那 务必 务必 就不要登录进去了 那就是一个 scam的网站 那就是 骗人的网站 这很可怕 因为 如果说 我没有这样提醒大家的话 恐怕是 有很多人是不知道 有这种诈骗手法的 就是钓鱼网站嘛 俗称的 窃取你的帐号密码 那再来呢 这个就是 空头的诈骗 可能有人有看过 比如说 你在YouTube上 然后 可能是广告的界面 或者是 有一个频道 他就专门在播这种东西 他可能会先播一个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 就比如说 Michael Saylor 或者是说 这个V神 就是以太坊的 创始人 年轻人 他其实这些 影片 他只要去网路上 随便一抓就有 这个不是Michael Saylor本人 然后呢 这不是Michael Saylor本人 授权的网站 那 这个网站 也不是V神 所授权的网站 他就会在旁边 告诉你说 他现在Michael Saylor 他要 Michael Strategy 他会把 比特币 还有以太坊 空头出去 你只要 往哪个钱包 打了多少个比特币 你就可以获得多少比特币 这一定是诈骗 这一定一定是诈骗 如果你要送我的话 我 你直接把 币打给我 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我还要把 币先打给你呢 是吧 所以各位 一定不要被这种 诈骗给骗 还有其他的像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伊隆马斯克的 这个他 很明显是道徒嘛 对吧 然后他就跟你说 你send 以太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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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还你多少 以太坏的 这个很明显就是诈骗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 你看他还把地址付给你了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扫码进去了 对吧 绝对不要把币被这种这么简单的手法给诈骗掉了 那再来呢就是 交流软体的诈骗 可能有些朋友是有玩交流软体 那我个人是没有了 如果说我我个人啊 如果说要认识人的话 最好是面对面的这种 就比较有在社交的感觉吧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但是有些人可能是 在网路上有交流了 那网路上交流呢 其实就很有可能有诈骗 因为毕竟你没有看到对方嘛 是吧 我如果是实体的话 你长什么样 或者是 你大概是怎么样 有可能 有些小地方被骗 但是大体来说 我是 可以很清楚知道你是谁了 但是网路交流呢 说不定你在聊的人 他说不定根本就是个男生 或者是 而且很多网路上的诈骗 他都是盗取别人的图片 你可以看到说 他这个图片啊 好像很漂亮什么的 那个都是盗图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小心 他可能会先 加你的line啊 然后骗取你的信任嘛 就是可能 可能就跟你聊天 然后连续聊个几个月之类的 骗取你的信任 骗取到你的信任之后呢 他就会说 我最近知道一个 有投资的机会 你要不要试试看 然后可能就是加密货币 然后就给你引领到一间 你不知道的交易所 野机交易所 然后就把币转进去 然后把币转进去呢 你的币就永远拿不回来了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诈骗手法 或者是说 这个人呢 他就把你的币去转到交易所之后 然后让你代单 就跟刚刚的代单老师的操作是一样的 就代单 然后呢 就让你故意让你报仓 然后跟交易所吃客损 这个也是 真的很快 这只能说很快 或者是说 你把币存到平台之后 他就不让你提现了 所以 大家一定对平台要有 至少一定要选择安全的平台吧 如果你连平台选择都是不安全的话 那真的太不好了 真的太太不好了 甚至 有些人呢 被骗之后还会不敢去报警 而且通常这种诈骗模式 报的警也是没有用的 币都是追不回来的 你只要把币打出去了 就转不回来了 还有最后呢 就是空头 空头是什么意思呢 空头就是说 有些交易所或者是项目方 他会免费的发送代币 那事实上有没有这种状况呢 其实是有的 但是 各位朋友要注意了 如果说 你要把钱包连接过去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说 你的这个钱包 最好是空的 因为你如果是空了的话 他要真的送币给你 他也可以打到你的钱包来 但是如果说你这里面有很多币的话 你的钱包里面有很多币 那你连接过去 很有可能你的币就被转走了 或者是说 还有另外一种空头的诈骗就是 他会先要求你 比如说 你给我一颗比特币啊 然后我给你两颗比特币啊 我还你两颗比特币 这很明显就是诈骗嘛 然后你把币打过去之后 他就没有把币打还给你了 就是这么 对就是这么坏 而且这种事件呢 其实是层出不穷 非常非常多 讲到这里 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 已经把影片关掉了 但是 这才是很重要的 因为 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种 想法就是 被骗的那个人不会是我 我不会这么衰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被骗了呢 那你之前的努力 甚至是一辈子的努力 换来的钱都被骗走了 是吧 所以我会认为说 我这支影片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关键 那最后呢就是 钱包地址嘛 有些人 这个转账的流程 大家应该都是有走过的吧 毕竟大家 也是在币圈打滚的人 这个转账地址啊 第一个就是 你转账的地址 绝对不可以给别人看到 我 我会看到有些人 他会把他的 比如说比特币 然后还有USD的地址 就直接发在留言区 这个是很不OK的 因为 如果说我知道你的地址 我只要拿那种 它被 这只 这个地址被 验证过是有黑钱进入的 我只要把 0.1USDT 打到你的地址里面 你的地址就会被封锁 你的账号就会被封锁 所以 不要告诉别人的地址 不要告诉别人的地址 这很重要 我看到有些人 他可能把地址附在留言区 这个 你 这样会把你的 教育所的那支账号 暴露于极大的风险之下 因为别人可以把黑钱 随便就转过来 那再来就是 比较高明的诈骗手法 就是 他会把你的网页 去植入木马城市 什么是木马城市呢 就是 他可以远端操控你的 界面 然后他就会 这个界面呢 就会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就比如说 你在转账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检查这个地址 然后 这个地址它原本是你必然的 钱包的地址嘛 但是就会被他改成是 那个黑客 他的地址 然后你就会把 你的钱打到黑客的地址里面去 所以 我个人都会把 这个地址呢 一再地检查 然后都会把它设定到 常用地址里面 这样你就可以预防到 这种状况 或者是说 你在 把钱转让出去之前 你一再地 确认这个地址是对的 而且你要确认 这个地址 它就是你币安的 USDT的地址 而不是 你没有看过的地址 因为这个地址 有可能因为 被植入了木马城市 然后就有改变了 所以 这个各位一定要 很注意啦 那再来呢 就是这个 我相信大家也有看过 就是 很多 诈骗的 他会在 影片的下方就留言说 就长篇大论啊 然后跟你说 我赚了多少钱 然后 你可以在Telegram 联络到他 这个很明显 也是诈骗嘛 所以诈骗世界 真的非常多 然后 有任何人 他如果说 在Telegram 在Discord 只要有私讯你的 私讯你的 一定是骗子 只要主动私讯你的 一定是骗子 对 一定是骗子 像 我 我 我个人 绝对不会主动私讯你的 你私讯我 我有可能会回复 但是 我绝对不可能主动私讯你 只要主动私讯你的 那一定是诈骗 就有点像 我为什么会没有开放 全员的聊天群组 因为 很多人可能会 乱传一些诈骗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就真的很难管理 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其实 通常 会亏那种大钱 比如说你随便一被骗 就被骗个几万U 几十万U 那通常都是 就是 诈骗啊 真的很快 然后还有呢 你看 左边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诈骗吗 这是诈骗哦 这是诈骗 你看 币安 他好像 做了一副 就是币安的官网的样子 结果呢 他就告诉你说 他因为 要清退大陆用户 所以你要把币 转到这个钱包 那这个钱包呢 就是黑客的钱包 你就把币转过去了 然后永远拿不回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然后币安他有 就强调说他不会失讯你 也不会打电话给你 然后也不会说 哦 要清退就 要把币转到其他的地址去 不会的 或者是说 呃 他会赢 比如就 我有看过这样一种 模式哦 就是他会发给你一个链接 然后这个链接点开呢 就很类似币安的界面 那然后呢 你就会输入账号跟密码嘛 然后输入之后 别人就把你的账号密码倒走了 对 就是这么夸张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其实 在币圈投资呢 风险是最重要的 尤其不要被诈骗 真的不要被诈骗 如果说你可能做多空操作 赔钱的话 你至少有学习嘛 但是 如果你说 你钱全部都被黑客给骗光光的话 是不是很不甘心呢 是吧 加密后必要进去 一时孝心 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个交易机会 请按下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加入YouTube最赚钱的比特币 中文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